剛剛那個有一個刺片 我講人會想哭 他說 20年前他就在這裡幫助你拍放什麼 然後就講一句他說 我在這個棚跟你們20年了 這句話好改名 對 誰來幫我把那個 要不要關一下 剛剛他那句說我在這個棚跟你們20年了 我也會覺得 感覺像鬼故事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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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了 等一下還要再拍 輔到莊花了 給一個擁抱 我錄的時候都還沒吃 真的 沒有感觸 你沒有感觸 回到一個 地生炸了 喜悅 喜悅的 這一首 這一首 喜悅的那一首 剛阿迪這樣子我們看這個場景 20年前我們就什麼都不知道 就被帶到這裡了 對 那時候拍CAMOA 在這個攝影棚跳很快 一百次 然後剛開始跳的時候 大家都還 我們那時候才剛練舞 才練不到班 剛剛阿 那個有一個刺騙 我常常會想哭 他說20年前他就在這裡幫助你拍放什麼 然後他就講一句話說 我在這個棚跟你們20年 這一句好誇張 對 誰來幫我把那個水龍頭關一下 一十年會怎麼回事啊 因為知道剛剛他那一句說我在這個棚跟你們20年嗎 我也會覺得 你很像鬼故事耶 想到22年前第一次在那邊拍影片 然後手打到拖 結果 我記得22年 哇 我剛才你問我哪一句話最感動 我就覺得 感謝CAMOA的愛 因為我們 五個人就是 很多 很多緣分 然後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 因為我們也一起 互相摸入 六月愛的這一期 愛的意思 你是剛剛那個畫面唱到那邊 對 唱到那邊 然後看到那個鏡頭這樣 然後就很像我們以前在拍 就是以前拍VM的畫面 突然就瞬間就給我殺 我記得我曾經有這種感覺是 我想像著 我們五個人又站上 不是又站 就是 站在小巨蛋上 唱演唱會的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那一刻很感動 那一刻在台上 然後跟著台下 好像曾經是我們的粉絲 然後 也長大了 然後有些可能還帶著小粉絲 這樣子 你就覺得 好奇妙的一個人生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